这个星期日就是元宵节免不了要提灯笼应应景 而今年汐止区公所也买了8000个灯笼要免费送给李明 目前已经由公所同一订购的灯笼都已经全部到货 也已经送到各里办公处 所以里长也热情地邀请民众在办元宵节活动的时候 别忘了一起来提灯笼热闹一下 这就是今年的小龙年灯笼 总共有两款一男一女 今年元宵节和往年一样在各里争取提出申请之后 就由公所统一订制灯笼 至于公所今年只是订了8000个要分送给李明 那我们公所今年也有准备一些灯笼 分送到各里去 那这次灯笼很特殊 有小雕还有一个阿瑟 那小雕是女生阿瑟是男生 那他们的功能可以放在手上面 那也可以立在桌上 那也可以用提灯提的 那我相信这个做好又非常漂亮 那小孩子应该都很喜欢这个小雕跟阿瑟这两个灯笼 那民众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到礼办去 那因为礼长他们那边都很热情 也有办理很多相关的活动 根据了解在今年共有26个礼 会举办庆元宵的相关活动 而灯笼也已经陆续续的送到礼办公处 等到各礼办活动的时候再免费大方送 其中张树中山礼等等都会举行庆祝元宵节活动 现场会有搓汤圆害民众同乐 至于复兴力除了送灯笼也结合捐发票送爱心 DIY的灯笼比较数量减少 所以我自己自愁的在买500个的那个圆形的灯笼 22号礼拜五的晚上6点到9点在活动中心花坊 那字幕机上面也有打的 然后到各个社区都有花的公稿 我也希望礼民能够踊跃来领取 那因为我们是另外原型的灯笼是要两张花票 换一个灯笼 另外做公益捐给那个我们系纸的那个家福中心 那个小农年 我们有办那个吃汤圆 跟那个花那个灯笼 我们每年都有办 但是今年就是办那个多一点 用那个灯笼多一点 不是选在星期五星期六 不然就是在元宵节当天 里长们也热情的邀请民众来同乐 带着小朋友一家大小提灯笼过元宵 解诚慧玲戏指采访报道